洛洛说电影带你走进电影的世界 她是印度的第一美人 男人一见到她 眼神就再也无法移到别处 颠倒众生的样貌 玲珑有致的身姿 再加上那勾人心魂的眼眸 无数权贵心甘情愿成为她的奴隶 为之疯狂挥金如土 她是圣洁的美人 亦是最低俭的风尘女 一生都无法摆脱命运的捉弄 而她的悲剧还要从她的童年说起 阿米拉原来也是良家女 有着幸福的童年 父亲对她宠爱有加 每天下班回家 都会给她买一盒爱吃的芝麻糖 阿米拉还天真地许下誓言 我永远不结婚 一辈子陪在父母身边 然而第二天 一切就都变了 父亲曾出庭作证 导致一个罪犯入狱七年 如今罪犯出狱 为了报复父亲 她绑架了阿米拉 计划将她卖到印度 著名的烟花柳香勒克脑 阿米拉最后一次 见到父亲是在麻袋中 透过那蓝色清澈的大眼睛 看父亲被罪犯撞倒 正蹲在地上 捡她最爱吃的芝麻球 阿米拉被送到勾兰院 只要120卢比 她的命运就被彻底改写 起初 阿米拉也想过逃跑 她趁着看守阿姨睡着 偷偷离开 没想到阿姨早有防备 将她的手绑了起来 阿姨被惊醒 阿米拉本以为自己会挨打 但阿姨就像母亲一样 温柔地将她抱在怀中安慰 你的家太远了 你也不认识路 外面的世界很危险 说吧 她还拿来一堆绫罗绸缎 和金银首饰 对阿米拉来说 这就像一个 每天吃平常食物的人 开始吃山珍海味 她很快就神仙其中 再加上 这里还有三个 与阿米拉年纪相当的伙伴 他们一起玩耍 一起学习 每天练习礼仪说话 诗词歌赋 还有跟着最顶级的老师 学习舞蹈 阿米拉每天过得充实 且快乐 很快就不再想着父母 童年一步一步 被她甩在身后 青春的大门缓缓打开 长大后的阿米拉 出落得越发标志 并且极具内涵 多才多艺 有一次 老师说出一句诗歌 让她接下一句 为了我的爱人 我抛弃了世界 阿米拉思索片刻 答道 这个爱人 却为了世界 离开了我 此刻的阿米拉还不知道 这句诗 几乎涵盖了她的一生 青春年少的阿米拉 如所有女孩一样 渴望爱情 她的朋友 都陆续皆可 有了自己的爱人 他们的爱人 总是称赞他们 每天都有新的礼物 衣服 首饰 仆人 爱人还会帮他们梳理 难打理的长发 阿米拉羡慕不已 但勾了院的老板红姐 迟迟不肯让她露面皆可 这让阿米拉一度很不自信 以为是自己长得太丑 才拿不出手 直到乐克脑地区 要举办一个盛大的宴会 届时 达官显贵都会参加 红姐受到邀请 要她这最美最优秀的姑娘 去表演衣舞 红姐平常从未夸赞过阿米拉 这次却直接将这么大的宴会 交给她 阿米拉受宠若惊 红姐轻抚着她的脸说 时机到了 珍珠意识不到自己有多光辉 只有珠宝商才懂得她的价值 你是我们无价的珍珠 宴会那天 阿米拉盛装出席 可在进门前戒指丢了 阿米拉正焦急地寻找 一个男人捡起戒指还给了她 阿米拉掀开头巾感谢 四目相对的刹那 就注定他们一生的纠缠 阿米拉动了心 宴会跳舞时 还因为看到男人愣神几秒 反应过来后 她特意来到男人面前 用歌声表达自己的情谊 她的爱赤诚热烈 没有丝毫掩饰 表演结束 阿米拉如愿成为勒克兽的花魁 红姐兴奋地为她挑选第一个客人 按照规矩 无所谓年纪大小 人品好坏 出嫁最高者就能抱得美人归 夜里 阿米拉忐忑地等待着自己的第一个客人 没想到那个人 就是捡到戒指的男人 男人名叫苏坦 是贵族后裔 她长相英俊 出手大方 表示无论阿米拉要多少钱 她都愿意 最让阿米拉心动的是 她的浪漫与温柔 苏坦握着阿米拉的手 深情款款道 千百年来 人们都只能仰望明月 我是第一个将月亮握在手上的人 阿米拉倾倒在她的甜言命语中 那一夜 他们食指交缠 筑成了永浩 红姐嘱咐阿米拉 一定要让苏坦爱上自己 让自己成为她的弱点 一辈子拿捏她 阿米拉却反了过来 爱上对方 朋友以自己惨痛的经历劝劫她 风尘女子不能动情 爱情只会让你痛苦 阿米拉坚定回答 如果爱是个错误 那就让她继续吧 如果不能爱 那又叫什么生活 苏坦也回应给阿米拉坚定的爱 她只要有时间 就会来看阿米拉 还为她拒绝了父亲 给她安排的结婚对象 某天 有个罪汉骚扰阿米拉 怒火中烧的苏坦为了保护她 直接捅了那罪汉一刀 她郑重又深情地对阿米拉说 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 阿米拉感动不已 但很快这种感动 就被相思所取代 苏坦为了躲风头 藏在朋友家 许久不能出门 更不能来找阿米拉 热恋的两人 分开一分一秒都是折磨 阿米拉打破勾兰院 不得外出的规矩 悄悄与苏坦撕毁 两人抓紧每一分每一秒 互诉中吵 彼此间更加亲密 但阻碍也随之而来 苏坦父亲找过来 她无法接受儿子 和一个风尘女子在一起 还惹出那么多的荒唐事 丢进家族脸面 她要求苏坦在家族 和阿米拉之间二选一 苏坦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阿米拉 可很快 她就被现实教育 爱情不是万能的 没有金钱和地位 苏坦找不到工作 被周边人奚落 就连最好的朋友 也将她赶走 她一下子从天之骄子 沦为流浪之犬 苏坦不知道自己 还能相信什么 血脉相连的父亲 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都可以将她抛弃 她又怎么能相信 一个烟花柳相的女人 会一直对她忠诚 她以贩卖爱情为生 真的会爱她吗 苏坦对阿米拉产生怀疑 醉酒后告诫阿米拉 我爱你 更顺于我的生命 如果你背叛我 我就杀了你 然后把你逐出我的生命 阿米拉体谅着苏坦的痛苦 让她住在自己这儿 这引起洪姐极大的不满 她出言讽刺道 我们这里只和一样东西有关系 那就是钱 一个男人靠风尘女子养着 真应该给你一巴掌 阿米拉的另一个追求者阿里 还配合着洪姐扔出一堆钱 对苏坦极尽羞辱 让她明白什么叫事态炎凉 苏坦再也待不下去 起身离开 她发誓一定要挣好多钱 荣归故里 阿米拉追上苏坦 想跟着她一起离开 苏坦拒绝了说道 我可以和全世界战斗 却无法改写命运 现在我的天职是奋斗 而你的天职是等待 苏坦要求阿米拉保持忠诚 一直等她 却没有想过 一个女人在那样的环境 该如何生存 心追求者阿里 用重金打动了洪姐 她闯进阿米拉的房间 想要得到她 阿米拉没有拒绝的权力 也没有反抗的能力 那双迷倒众生的眉目 逐渐变得空洞 绝望 她就如同没有灵魂的活死人 阿里败下阵来 她想得到她的身体 更想得到她的心 她将衣服给阿米拉披上 为了让阿米拉放松一下心情 她又花重金让洪姐同意 阿米拉跟她出去旅行一个月 阿米拉起初是拒绝的 不想和男人产生过多的牵扯 造成误会 可阿里说 他们的旅行会途经加息 苏坦就是投奔了在加息 做警察局长的姨父 于是她跟着阿里出发了 阿米拉压根没有想过 还要回到勒克脑 幻想着和苏坦在陌生的地方 开始新生活 然而刚到半路 阿里就被抓了 她的真实身份不是什么贵族 而是个土匪头子 唯一让阿米拉开心的是 警察要将他们抓到加息 不管以何种方式 她终于能到达苏坦身边 可此时命运 又和阿米拉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苏坦在见阿米拉之前 先见了阿里 阿里看到苏坦就明白 阿米拉利用了她 既然得不到 那就彻底毁了她 她告诉苏坦 阿米拉已经成为她的女人 还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 说了阿米拉身上的胎记 而苏坦就这么简单地相信了 甚至都不需要向阿米拉求证 就直接给她定了罪 当阿米拉欣喜地扑到她怀中 她一脸冷漠地宣布 我第一次喝酒是为了你放弃了一切 而这一次喝酒 是为了把你逐出我的生命 阿米拉拼命解释是阿里在说谎 苏坦丝毫不理会 还给了她重重一击 我要和别人结婚了 我会送你回乐客脑 阿米拉的所有希望 在这一瞬间幻灭 他们的爱情 终究还是败给了现实 她望着苏坦 落着泪 说了他们间的最后一段话 你曾经给了我一个梦 让我以为可以得到自由 可如今 你却将我重新送回那个金鸟笼 我会从你的生命里消失 但请答应我最后一件事 记住我们相爱的那一刻 记住我们永别的这一刻 阿米拉心如死灰地回到乐客脑 厄运一时间都向她杂趣 一直叫她诗歌学问 带她如亲生女儿的老师过世了 而她还没有走出悲伤 就被从小一级长大 自小爱慕她的玩伴强迫 就连她的国家 也被英国殖民者入侵 乐客脑地区 每天都能听到枪炮声 英国人几乎要图了这座城 勾兰院的人连夜出逃 原计划是要逃到尼泊尔 路过一座城市时 阿米拉改变了主意 这里是她的家乡 有着她血脉相连的家人 阿米拉带着关系好的姐妹 和乐师留下 租了间房子 准备赚钱饮生 她没敢直接回家 也不敢向别人打听家人的情况 生怕自己如今的身份 给家人带去麻烦 直到她偶然间得知 父亲竟早早去世了 阿米拉再也无法控制自己 她情绪激动地回到家 往事历历在目 温柔的母亲 慈爱的父亲 可爱的弟弟 一家四口开心的笑声 还依稀回荡在耳边 有那么一刻 阿米拉觉得自己回家了 可当她投入母亲的怀抱 母亲却推开了她 转身说道 如果你是我女儿的话 应该和我一起承担这个家 可你是个风尘女子 你回来的第一天 就玷污了你父亲的命声 我的女儿已经死了 她不会玷污我们的命声 弟弟更是斥责道 你这样侮辱家族名誉 根本没有权利活在这个世界上 在你进入洛克岛之前 你就应该自杀 阿米拉解释自己被绑架时还小 根本分辨不出对错 又怎么明白生死 弟弟继续咄咄逼人道 你现在明白了 为什么还要回来这里侮辱我们 让我们难堪 你离开这里吧 再也不要回来 阿米拉至今还记得 又是弟弟一直黏着自己 对自己满心的依恋 而自己有芝麻糖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弟弟吃 对他满是疼爱 曾经那么亲密的关系 竟也如此不堪一击 阿米拉死心了 绝望了 她一步步走出曾经的家 弟弟紧随其后 等她一走出去 就猛地关上门 阿米拉没有回头 她离开了家乡 牛车在半路突然停止 地上躺着一个人 车夫对那人拳打脚踢 让她离开 阿米拉追过去查看情况 发现那人竟是当初绑走她 改变她一生的罪犯 她得了麻风病 穷滚潦倒 向阿米拉求助 阿米拉将手上 紧剩的两个手镯 送给对方 之后 永远告别了家乡与过去 她回到乐客脑 每天唱着哀晚的歌 无论你想怎样都行 神啊 我只要求一件事 来生 别再把我生为女儿身 乐客脑之花 是用艾西瓦亚雷主演的剧情片 讲述了一个善良女人的悲惨一生 因为父亲与人结仇 阿米拉被绑架贩卖 在年少无知的年纪 进入一个奢华的环境 被迷花了眼 因为过于美丽 她成为男人争相抢夺的对象 可没有一个人爱她的灵魂 苏坦看似为了她 放弃家里的继承权 却始终觉得自己再落魄 也是贵族之后 阿米拉等人再富裕 也是下等人 在俩人的爱情中 她总是高高在上 并不在乎阿米拉的感受 所以才能在阿米拉 想跟她走时 说什么女人的天职 是等待 随便被阿里挑拨几句 就厌恶了阿米拉 爱情让阿米拉崩溃 绝望 友情亲情 自让她心如死灰 一起长大的玩伴 对她行不轨之事 曾经那么疼爱她的母亲 那么依恋她的弟弟 在知道她的身份后 没有怜惜 没有温情 只是冷冰冰地责怪她 给家族蒙羞 正如影片开头 罪犯绑架了阿米拉 本想痛快地杀了她 同伴却劝道 还有一种比死更好的办法 把她卖到乐客脑 古今中外 几乎所有男人 都掌握着一个绝招 想要毁掉一个女人 就摧毁她的民间 因为羞耻感 女性只能对自己的遭遇 乖乖闭嘴 默默忍受所有不公 阿米拉最棒的一点 就是她回到乐客脑之后 用歌声表达着 自己对社会的不满 那句来生 别再把我生为女儿身 就是对当时社会 最有利的控诉 一位学者听到歌声后 去拜访她 她勇敢地将自己的故事 讲给对方听 并告诉对方 希望她能将自己的故事 传出去 说话不是男性的特权 女人不能再沉默 我们需要被看见 被听见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想看更多的电影解读 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 的东西 Fantástico 最后的电影解误